两天前的清明节 陈美林又迈上北备天台寺的台阶 她已太熟悉这里 两个孩子离去的两年半 她无数次到殿前的观音向下 擦拭着骨灰和上并不存在的灰尘 和孩子们说说话 这天她再次到来 还要给孩子们带来一个消息 明天就是凶手张波和叶成成二审开庭的日子了 在两个孩子的临前 陈美林又轻说 再等等 妈妈一定会做到 双引号 她已努力了足够久 这桩轰动全国的重庆姐弟坠亡案 从发生到一审开庭 她奔波了八个月 等来张波和叶成成死刑的一审判决 她又花了五个月 两人提请上诉 等到二审又是十四个月 但期间 张波在狱中给她寄来好几封信求原谅 叶成成家属甚至拿出三十万给陈美林想换谅解 陈美林不知道 她们为了清罪 还会在庭上准备怎样的借口 4月6日 案件在重庆市高院二审开庭 二审耗时会更长 公开的细节会更多 法院工作人员劝她 别去了 这对于作为受害者的母亲来说 太残忍了 但陈美林一定要去 她做好了任何打算 万一改判 她会抗诉 会马上递交早已准备好的材料 就算维持原判 还要等待死刑复合 等待执行 她还没到停下来的时候 无论结果如何 只要两个害死自己孩子的凶手还未扶法一天 她就绝不会有丝毫的放弃和松懈 再等等妈妈 她这样和两个孩子说道 这是一个母亲的承诺 必须让他们抵命 不惜一切代价 包括我的命 双引号 01 今年1月 陈美林突然一连收到好几封张波从看守所寄来的信 她从没给她写过信 从两个孩子去世 到一审 到过了两年 没有说过一句道歉 而现在 她一个月内连写三四封 还恰恰集中在二审前夕 在第一封信里 她谈赔偿 说愿意把一套案接房送给陈美林 当作对她的补偿 第二封信里 她谈感情 说自己是如何对不起含辛茹苦养大自己的母亲 若母亲将要承受丧子之痛 将有多不易 第三封信里 她谈后悔 后悔要是没认识过叶成臣就好了 后悔要是珍惜儿女双全的圆满家庭就好了 每封信里 她都在说希望陈美林和家人不要那么痛苦 希望她对自己能有哪怕一点点的原谅或回应 却根本没提 她最对不起的 是两个死去的 无辜又小的孩子 陈美林一眼就看穿了她的心思 一开始她根本不想搭理 但二审在即 她决定回信 表明态度 信里 陈美林狠狠戳穿了张波的盘算 你真的是发自内心在求得原谅吗 你我都知道 你和她只是想活 双引号 你说你忏悔 想赎罪 可对于你和叶成成来说最真诚的赎罪 就是坦然接受一审判决 静静地去死 双引号 一心想求谅解轻判的张波 太低估了一个母亲为孩子讨公道的决心 陈美林怎会忘记 前夫张波为了讨好女友叶成成 是怎样对亲生骨肉下的手 一万七千多条微信聊天 他们说两个孩子本来就不该存在 说把娃儿解决了 他们才能在 商量着制造火灾 伪造交通事故 最后一步一步谋划出高空坠落 她怎会忘记 张波为了逃避制裁 早早就展示了演技 她把一个两岁 一个一岁的一双儿女 抱到窗台外面 让他们从15楼掉下去 然后在雪 草丛 人群的混乱场面里 穿着睡衣 跑丢拖鞋 一边干嚎 一边用头撞墙 哭着告诉所有人 自己是怎么一时大意睡着了 没发现两个小孩爬上了飘窗 让所有人看到 自己是怎样一个一无所知 又伤心欲绝的父亲 就在陈美林公开了张波的三封信 以及自己的回信一周后 她竟然又收到一封来信 第四封信 跟前三封很不一样 陈美林称 抬头的陈用的是繁体字 可张波根本不会写 信中有措辞就有字史 这根本不像张波的文化水平 除了落款 自己跟前三封也有些异样 更蹊跷的是 明明一审判决是死刑 戏末尾张波竟然说做二十几年牢出来后 陈美林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但知道这是出于什么目的 这仍是一场不能松懈的战斗 哪怕已经好几天没睡好觉 哪怕二审庭上的细节恐怕会触目惊心 她坚持参加旁听 万一改判 她就抗诉 如果张波和叶成臣有心的狡辩话术 她就继续收集证据 她会坚持到最后一刻 绝不让孩子蒙冤而去 02 很多年前的陈美林 也只是一个简单快乐的普通女孩 婚姻不幸 她就一个人陪伴两个孩子 带他们逛街 看海 吃各种美食 有两个宝贝在 在南 她也觉得拥有了全世界 可从孩子们离去的那天起 她仿佛久久被困在了原地 她把两个孩子的骨灰安放在寺庙里 离菩萨近一些 就不会再害怕 她不舍烧掉女儿最喜欢的毛绒玩具 家里的玻璃门久久贴着孩子出生那年的生肖 儿童节 她还照着孩子们长大的尺寸 为他们准备了漂亮的新衣 陈美林是想不通的 两个那么小的孩子 怎么就自己爬上了窗台 她抢打着精神 拍视频 接受各种采访 在镜头前一次次揭开自己的伤发 只为了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个案件 不让两个孩子死得不明不白 但很多难听的声音传来 有人说她孩子没了还能活得好好的 太得体 一点也不捧头垢面 有人评论她言语那么通顺 清晰 一定是刻意作秀 为了长热度 陈美林看着 听着 忍着不在意 只要能为她的求来公道 她情愿被人误解 情愿在任何镜头前一遍遍揭开自己最黑暗的记忆 一审前 叶成成家属找到她 表示愿意赔偿三十万获取她的谅解 甚至一再又将价格加码 可陈美林只有一句话 多少钱 能买回我两个孩子的命吗 一审庭上 她看着为爱杀人的张波和叶成成思阔脸互相推卸责任 张波说是叶成成哥万威胁 自己不得已裁动的手 叶成成抗便称自己并非钟情张波 所以根本没有杀人动机 外头十几个男娃等着和我耍朋友 双引号 每一句 陈美林都想大声反驳 可她怕一旦闹到法院休停 审理会拖更久 只能用指甲死死掐住骨口 极力遏制自己的情绪 最后 她说出了准备已久的决定 放弃所有赔偿 只求死刑 刑事案件都是公诉 但受害者家属有获得赔偿的权利 属于民事自诉 虽然放弃民事诉讼 放弃赔偿 可能对判决结果只能起到一点点的作用 但哪怕在微不足道 她也要竭尽全力 整整两年半 陈美林过的是言语无法描述的日子 她一边碰到抑郁 活得像行尸走肉 因愤怒已至于心脏变大 也一度想过一了百了 一边又不敢淡忘 不能淡忘 一次次把破碎的灵魂拼在一起 爬起来继续冲 她说要坚持到最后一刻 如果像张波和叶成成这样丧尽天良的行为 都不能被判处死刑 那么所有的人伦良知都不再是 生而为人最基本的底线 双引号 这是一个母亲 在牢牢捍卫生命的尊严 03 其实困在那一天的 不止陈美林 还有另一个母亲 她的妈妈 也就是两个孩子的外婆 曹玉珍 很多人不知道 这起案件得以告破 很大程度上 因为外婆的敏锐和坚持 最开始张波想动手的那天 一给女儿买衣服为借口 要把孩子接过来 外婆就察觉到不对劲 从孩子出生以来 从没尽过责任的女婿 怎么可能突然变了性 她丝毫没有被唐衣炮弹蒙蔽 而是再三叮嘱陈美林 绝对不要让孩子单独和张波在一起 可结果 还是出事了 陈美林在医院见到的张波 淡定的不像话 但她也只是怀疑她之情 失责 或是有重大过错 没想过是故意杀人 是外婆凭着知识和对张波的了解 提醒女儿这一切一定与她有关 外婆坚定质疑 坚持寻找线索 提供细节和建议 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 这才让警方在案发第八天 就逮捕了张波和叶成成 律师与陈美林对话截图 孩子离去的两年多 外婆也一天天老了 瘦了 憔悴了 她是个有淋巴癌的老人 曾做过长达12小时的手术 身体本就很差 一手带大的外孙们又横死 她的痛可想而知 在小区 她不敢去儿童乐园 不敢去附近的公园 因为到处都是她带着孩子玩耍的回忆 在家 她躺在床上 也要默默流泪 因为从前外孙女总是挨着她睡 可再痛 她从不在女儿面前说 她知道女儿的急 女儿的痛 在女儿压力大时 她一言不发 默默地陪着 等到女儿前脚刚走 后脚她的眼泪才敢流下来 她的癌细胞已经转移 可她迟迟不敢去复查 她知道自己肯定有事 但不愿被告知真的有事 因为她还要陪着女儿 一直撑下去 撑到恶人终于伏法 孩子等来正义的那天 她和陈美林一样挨着失去孩子的痛 又独自咽下为女儿担忧的痛 这是一个母亲加倍的苦楚 也是一个母亲最惊人的坚强 和她们一样 我们等待着二审宣判 等待着最后大快人心的结果 但与她们不一样的是 热点终会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 孩子却永远淡不出母亲的生命 想起网上有人评价姜哥妈妈 当姜哥妈妈选择成为一个战士之后 她就要承受常人不能承受之痛苦 艰辛 孤独 屈辱 谣言 污蔑 重伤以及背叛等 但当她躺过这些磨难 就会成为一座封碑 双引号 每个妈妈都曾是浪漫的姑娘 没想过要成为什么封碑 但当孩子受了委屈 遭了冤屈 她们豁出一切 让孩子清清白白的来 明明白白的去 我指望 这世界别再让这些坚强的母亲失望 更希望 每一位母亲就可以只是母亲 而不用成为什么封碑 3月初在康州送餐时惨遭枪杀的36岁敏及外卖狼民嘉宾 其母亲本周已在社区侨团的协助下富美抵达纽约 即将在本月11日办理后事 送儿子最后一程 将这些体式上极然不同的东西 集合了做成一本书样子的缘由 说起来是很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 首先就因为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 所谓文章 这是我做的吗 我想 看下去 似乎也确是我做的 那是寄给河南的稿子 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 文章要长 愈长 稿费便愈多 所以如摩罗施利说那样 简直是生凑 躺在这几年 大概不至于那么做了 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 这是受了当时的民报的影响 现在为排印的方便起见改了一点 其余的便都由他 这样生色的东西躺是别人的 我恐怕不免要劝他割爱 但自己却总还想将这存留下来 而且也并不行年五十 而知四十九年非 愈老就愈进步 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 至今没有人再提起 也是使我不忍抛弃旧稿的一个小原因 他们的名 先前是怎样的使我激昂啊 民国告成以后 我便将他们忘却了 而不料现在 他们竟要时时在我的眼前出现 其次 自然因为还有人要看 但尤其是因为 又有人憎恶着我的文章 说话说到有人憎恶 比起毫无动静来 还是一种幸福 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 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 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 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 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 使他有时小不舒服 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 也不容易十分美满 苍蝇的飞鸣 是不知道人们在憎恶他的 我却明知道 然而只要能飞鸣 就偏要飞鸣 我的可恶 有时自己也觉得 即如我的戒酒 吃鱼干油 以望延长我的生命 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 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 给他们说的体面一点 就是敌人吧 要在他的好世界上 多留一些缺陷 君子之徒曰 你何以不骂 杀人不眨眼的军阀呢 此以悲怯也疑 但我是不想上这些 诱杀手段的当的 木皮道人说得好 几年假软刀子鸽头 不觉死 我就要专指赤 那些自称无枪阶级 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 即如上面所引的君子之徒的话 也就是一把软刀子 假如遭了比获了 你以为他就遵你为烈士了吗 不 那时另有一番风凉话 倘不信 可看他们怎样评论 那死于三一八惨杀的青年 此外 在我自己 还有一点小意义 就是这总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迹 所以虽然明知道 过去已经过去 神魂是无法追射的 但总不能那么决绝 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 造成一座小小的心坟 一面是埋藏 一面也是留恋 至于不远的踏成平地 那是不想管 也无从管的 我十分感谢我的几个朋友 替我搜集抄写 叫印 各费去许多追不回来的光阴 我的报答 却只能希望 当这书印定成功时 或者可以博得个人的 真心愉快的一笑 别的奢望并没有什么 至多但愿这本书 能够暂时躺在书摊上的书堆里 正如薄厚的大地 不至于容不下一点小土块 再进一步 可就有些不安分了 那就是中国人的思想趣味 牧下幸而还未被 所谓正人君子所统一 譬如有的专爱瞻仰黄灵 有的却喜欢平调荒种 无论怎样 一时大概总还有不惜一顾的人吧 只要这样 我就非常满足了 那满足 该不下于取得富家的千金云 1926年10月30大风之夜 鲁迅寄于厦门